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学习之余我会带着鼓针去街头演出 然后分享音乐 分享美好 法国的音乐环境呢 它的一个街头的一个音乐文化 是会稍微轮廓一点点 我是在街头各个地方各个城市 都看到了一些比较优秀的一些街头表演 自己当时是观众的一个视角嘛 其实是很享受那种表演的状态 那我就想我自己也学了这么多年的古针 也是专业的路线 要不你就把古针带到法国来试一试 那么带过来之后呢 就想着带着它出去走走 去街头演一演 也可以锻炼一下自己 刚开始出去街头弹琴的时候呢 弹完之后我会发现 他们会把古针跟一些其他国家的乐器搞混淆 所以就想着 要不我再穿上中国的汉服 传统服饰 让整个我的街头表演呢 会更加的有边时度 其实这个也是粉丝的一个建议 所以当时就慢慢地在尝试各种各样的汉服 效果也是非常好 通过汉服和古针的一个结合 就能够明确地知道 这个就是中国的 用音乐去传播文化 这也是我自己将来可能毕业之后 非常非常想做的一件事情 老时候的时候 因为家里的音乐氛围也比较好 妈妈就把我带到了旗行里面 然后一眼就看中了古针 它摆在那里就特别漂亮 特别优雅 听它这个声音也非常的优美 像流水一样 所以小时候呢就学了古针 一见钟情吧 对我的古针 初三的时候呢 我就去到了武汉音乐学院 进行更加系统 更加专业的一个训练 高中的学习之后呢 考上了武汉音乐学院的大学 留学的时候呢 第一年的话 没有把古针带过来 其实是非常非常想念它的 把古针的一些介绍 包括它的一个构造 它的名字 它的历史 做成了一本小册子 然后放在前面 观众在听完我的表演之后 会在盒子中投币 我觉得这种情况也是一种 对我的一种肯定与鼓励吧 也非常沉醉 其中确实是有非常浓厚的兴趣 从我遇到的观众里面 不同年龄的 比如说一些老奶奶 老爷爷 听完之后 一定在脑海中 想象一些中国的风景 山水 听到之后非常想去旅游 年轻人他们会比较喜欢一些节奏快一点的歌曲 更多的一些互动 包括小朋友 也是他们会跟随着音乐 就在我的身旁一起跳舞 一起律动 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种音乐氛围 我的一些外网的粉丝 他们在网上看了我的视频 会特意跑到这个城市 来偶遇我 我也非常开心 也会有一些华人朋友 他听整整下来 会过来跟我聊天 能够看到他的眼睛里 有微微的泪光 我觉得可能是非常的触动到他 或者是能够让他们有一种 思想的感觉 春节与中秋节这种日子 就会格外相加 和国港老师那次的合作 是因为临近中秋与国庆 我们两个就是非常想 用音乐去表达我们对祖国的思念 对祖国的祝福 我们在巴黎铁塔下 用一种音乐的方式 去祝祖国生日快乐 然后也向国内的家人朋友们 表达中秋节的一个感情 在演奏音乐的选择上 会是特别的去选择一些 中国风特别浓的歌曲 包括它的选曲呀 配器 包括在线上演出的一些安排上 会选择一些节奏快的 和节奏慢的流行的传统的去 穿掐着去演出 去体现出一种古真的非常包容 非常非常多元 非常可以变化的乐器 现在呢 我改编一些国外的一些流行歌曲 用古真的方式去演奏出来 效果比较好的一首歌是 之前改编的一首 外网的点击量也是非常高的 在这首歌中呢 用到很多的古正的华音 暗弦或者参音 这种非常有特色 很好听的一些音色 去表达它的一种情感 然后融合的也很好 在街头的效果呢也非常好 一开始想把它拍成视频 上传到这些B站呀 这些网站 就想记录了一下自己的留学生活 上传到网上之后呢 就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粉丝朋友喜欢 也让更多的国外的朋友 他们能够知道 这个乐器叫做古真 然后能够感受到音乐的魅力 我觉得现在互联网 也是一种非常好去传播 传统文化的一个途径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意义 在于一份文化的根 与文化的自信 是我们年轻人自己的一份使命吧 我觉得一份责任感 在完成了学业之后 也希望你就是能够认识 更多的音乐家 与国外的一些作曲家 我们能够有更多紧密的联系 去创造出一些非常非常好的音乐 以古真为桥梁 作为一个中西方交流的一个媒介 去让自己更加地 在这份事业上越走越远 能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 推广得更好 但我们不得了付出一些天啊 希望你能够去做好奇数人 更好奇数人